道教,译称道门、玄门、玄教等等,属于华夏本土宗教,已有大概1800多年的历史,目前以和佛教,并列为中国正统宗教之一,亦为华夏儒世道文化三大支柱之一。 道派经千年发展,形成了俘虏和丹顶,二元并重的格局。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便于管理道教,于是将道教分为北方的全真教和南方的正义教两大道派。 而其他一切之派,皆根据各自的立教的思想,和修炼方式,归纳或融入,正义或全真。 久而久之,人们便习惯性地认为,道教只剩下了,正义道和全真道,两个道派,据说全真派的道士,除了南宗以外,北宗一般都出家,在公关内过丛林生活。 不识婚,重内担修炼,不上俘虏,主张性命双修,以修真养性为正道。 奸采道,佛,如三教经典,即道家道德经和清净经,佛教新经,即儒家孝经。 而正义派道士,以行福禄为主要特征,化福念咒,驱鬼降妖,祈福攘哉。 虽然一般有家事,也不计婚,但确实也有个别出家的。 目前,中国大陆道教公关,大概共九千余座,正义道为福禄派,又称福水道教,由张道陵创立。 福水道教,有三个重要的流派,合称三山福禄。 此三山,也被视为是正义道的三大祖庭。 全真道为丹顶派,由王冲阳创立,邱树基一眼指纱,推动全真道大兴。 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,道教史上还有哪些著名道派? 以下三派,又被称作福禄三宗。 一、正义道,祖庭江西龙虎山。 所谓正义,即正义至邪,亦以统万之义。 龙虎山,位于江西省英潭市。 自古有先灵都会之谕,为道教和正义道祖庭。 东汉时,张灵辞官,专注修道。 后于《道德经》中,领悟大道。 便写下老字祥尔柱。 后于太上老君,亲自下界,被授命为天师。 太上老君,更授予他三剑法器。 即三五斩斜茨雄剑,杨平至都宫印,和正义盟归福禄。 张灵凭借此三宝,降服了属地的八部鬼神和六大魔王。 并创立正义盟威之道,又称天师道。 奉道德经为经典,尊老子为道祖。 后世将张灵奉为道教创始人,并尊称其为张道灵。 因他乃是道教第一位天师,故又称他为祖天师。 传说张道灵曾在北芒山隐居,修炼长生之道。 后来辗转,道江西云锦山,遂在此炼丹,三年后,丹城时,龙虎县,云锦山因此改名为龙虎山。 张道灵飞升后,其后代,迁回龙虎山。 道教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,将龙虎山作为正义派之祖庭。 从东汉末年,第四代天师张盛开始,毕代天师,兼居于龙虎山天师府。 从此,龙虎山张天师家族,开启了千年传承之旅。 张天师已成习六十三代,总领三山福禄,被称为万法宗坛。 二,上京派,又称江苏茅山派,由第一福地,第八洞天之谕,为上京派祖庭。 西汉时,茅氏三兄弟,即茅盈、茅固和茅中,来到巨曲山,看到此地人节地灵,于是再次隐修。 三毛医术高明,能治百病。 他们先世后,人们感念恩德,为他们建庙共赐,并把园有巨曲山,改名茅山。 东晋女修,南岳夫人魏华存,得千人传授。 后写下道教两大经典,即黄庭经和上清大动真经。 以此创立了道教上清派。 后又有两位上清弟子,杨熙和许密,在茅山,建立了上清宗坛,尊奉魏华存,为第一代宗师。 齐梁时期,桃洪景君茅山,传上清经法,开创茅山宗。 上清太,虽为茅山太所承袭,所以茅山太,又被称为上清太。 上清太,较注重本身精气神的修持,主张通过存私,服侍天地间的灵气,以及神灵的真气,从而能修炼成仙。 随唐时,上清派达到鼎盛时期,唐玄宗李隆基,甚至亲授上清禄,败入第十三代宗师李寒光门家。 三,领宝派,又称江西葛造宗。 江西葛造山,为正义领宝派的祖庭,有天下名山,道教伏地神仙之馆之谕。 东汉道教名家,葛玄和葛洪,分别在葛造山修道,广收门徒,采药炼制九传金丹,后得道圣仙。 葛造山因两葛而成为道土的圣地。 此派由东晋末年,著名道士葛洪的丛孙,葛朝府所创。 奉元使天尊,为最高神。 尊太极左先公,葛玄,为祖师。 补充一下,道教中,尊葛玄先翁,张道陵祖师天师,许迅真君,撒守坚真君,合称为四大天师。 为玉皇大帝通明公,四位尊神。 后再由南朝的陆修竞,整理道教科仪。 以领宝派科仪为基础,进行完善和系统化。 于是,有了道教科仪出领宝的说法。 唐末宋出时,分别有。 正义派,以龙虎山为活动中心。 上青派,以茅山阁为活动中心。 领宝派,以造山为活动中心。 形成了著名的三山福禄。 至此,三派,就形成了上面提及的福禄三宗。 四,北帝派。 唐代玄宗时,道士邓紫阳创立。 尊北极子为大帝,为主神。 以下简称北帝。 北帝派善为法,主要修习天蓬经,和北帝受建法。 以致至六天鬼神,辟邪阳祸之士而著称。 唐末时,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道派。 但修北帝法,必须要遵守北帝黑律。 北帝黑律极其严苛,导致门下弟子越来越少,法脉逐渐失传。 五,神霄派。 所谓天有九霄,神霄最高。 此派,由北宋道士王文清创立。 奉四玉之一的南极掌生大帝,为主神。 神霄派,以雷法建长,且认为人之精神。 与天时、阴阳,即四季变化,一脉相通。 刑法者,以内列为基础。 风云雷雨,便可随着而至。 在两宋时期,神霄雷法闻名天下,被誉为道教,雷法第一大派。 六,清威派。 清威派,也是一种主修雷法的道派。 此派始于南宋,自称出自清威天,玉清原始天尊,故以清威为名。 奉唐朝女道士,祖书为祖师。 该派主张内敛丹术,外敛雷法。 通过存神变神,从而照神浅将。 故而将雷法的修持,推向了一个新高度。 七,全真派。 北宋王仲阳创立。 北宋末年,王仲阳契家修道。 御义人授予修炼真诀,虽在南石村住墓。 住在墓穴中,两年多,自称为活死人墓。 道法有成后,云游至山东,收妻为弟子。 也就是,后世有名的全真妻子。 王仲阳,在山东传道时,将自己所居住的安,命名为全真堂。 凡是入道者,皆称全真道士。 而得名全真二子。 至此,全真派正式成立。 全真派以内丹修行为主,主张性命双修。 以此来达到长生九世的目标,八,御仙派。 由全真妻子之一的丹阳真人马御所创。 王仲阳当年,曾以分离为玉,典化马玉和孙伯二夫妇。 从此,马玉历行苦劫,前心修炼。 后创立玉仙派。 此派继承了王仲阳的性命双修理论。 以清静无为,而定全真修炼风貌。 以心和性,以神气式性命。 而终以清静无为同道。 九,龙门派。 开派祖师为全真妻子之一,长春子丘楚姬, 在全真妻子里,丘楚姬的名气,可谓是最大的。 尤其是他,在七十三岁高龄之时,不远万里,面见成吉思汉, 一言,只杀就苍生。 丘楚姬曾在龙州龙门山,前修六年。 静思妄念,密考丹经。 道宫日增,龙门派之名,也因此而来。 此派修持,以丹宫为主,兼修外丹福禄。 认为修真养性,是道时修炼唯一正道。 除情区域,明性见道,使心地清静,才能反扑归真,正道成仙。 十,金山派,又称劳山派。 金山派,源于山东劳山,故而又叫劳山派。 劳山派,由龙门派,第四代紫阳之人孙玄清所创。 孙玄清,生于明洪至九年。 幼年,因父母扫葬,而悲痛失明。 传说他后来,曾在劳山偶遇张三丰,并受其传授点拨,了悟大道。 苦修二十年,双目复明,从此名声大噪。 此派虽为全身之派,但同时,也多有融合正义俘虏法术。 因此,劳山道士,在民间,有着诸多的传说译文。 譬如驱轨捉腰,镇压僵尸等等。 而在抗战时期,很多劳山道士,都有保家卫国,一起奋勇杀敌,力推外敌之后,又回到道观穿上道衣,为天下圣名祈福。 以上便是今天介绍的道教的十个道派。 当然,除了以上这些道派,道教还有许多著名门派,比如奉四大天师之一的, 许俊逊许天师,为祖师的静明派,以雷法闻名的天心派等等。 但即使很多道派,都一直按自己的方式传承着,未曾断绝。 而今许多教派视为尚存的著名教派。 茅山教、劳山教、武当教、于山教等等。 即香港、台湾的民间道教派别。 金北京白云观。 藏抄本朱贞宗派总部。 所在道教派系名单,及其派师。 共计八十六种。 诸申宗派总部所列道派,截至于清浦宜宣统年间,即西元1010至1911年。 虽说列有八十六派,实际上只有八十支派,有些是西浦的叙字,不是独立一派。 目前,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韩国、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、印尼、柬埔寨等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道教的信仰者。